桃園區農業改洋廠 為了提高國產水果品質 增強產業競爭力 自2003年起 積極投入非破壞水果糖度檢測技術開發 歷經7年 研發完成 好改型非破壞水果糖度檢測分析機 及桌上型厚皮水果糖度測定儀 並成功移轉台南市 成家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量產 先後於屏東縣廣山地區農會 及新竹縣新浦鎮農會舉辦示範觀摩會 獲得榮有一致肯定 傳統的水果糖度檢測必須將水果果肉挖出及榨汁 將果汁滴入糖度劑所需環覆且破壞檢測水果 所以只能採取抽檢方式 藍與保證所有的水果糖度 桌上型厚皮水果糖度測定儀 是以高能量二極體雷射為光源 利用不同糖度的水果 具有不同的激光特性設計開花 使用者僅需按一至兩個鍵 即可完成水果糖度測定 此種新型儀器以廣文相關測試糖度檢測性能 糖度準確度高達80%以上 且每小時可檢測900顆水果 淘改型灰破壞水果糖度檢測分級機 最主要包括控制部分跟分級部分 控制部分包括糖度選別系統 跟重量選別系統 糖度選別系統部分最主要利用光譜儀 利用不同水果糖度的光譜吸收特性 來建議減量線 我們利用減量線來判別水果的糖度 另外重量部分最主要是 利用所謂電子護衛員 用電子秤的方式來測水果的重量 我們這個機器最主要結合這兩部分 就是結合水果的糖度跟重量 用來做線上的分級 這個部分是重量選別機 它最主要部分是根據水果的重量來進行分級 淘改型灰破壞水果糖度檢測分級機 採線上水泥糖度及重量分級篩選 以電腦選的包田水泥取代人工選別 全套技術完全由國人設計生產維修 售價約250到300萬元之間 僅為日本同行產品的十分之一 實際速度�� than 400萬元之別 這次使用水果的指定 尋上水泥燼 ME 初 summerING 一日為導航運 才威火地搖日 提供出低40瞭 主要按照 及線上型設備 可應用於梨、芒果及鳳梨等水果的長度檢測 如本項技術的推廣 將可協助我國水果產業建立品牌 潮高品質農業發展 增加農民收益 中間炒雞尾 존面料理 葱尾 HOG 熟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